台灣第一次由人民自發而起 最大一次都市社會運動 無可蝸牛運動 在房價最貴的中校登陸上 近5萬人參與優秀行動 抗議高房價 那時候 政府承諾會解決 然而 25年過去了 居住問題卻惡化得更嚴重 年輕人被高房價綁架 惡事者居無年日 居住復工的世代 我們的希望在哪裡 這時候 政府又再代喊居住正義 我們還要相信嗎 還要去等待嗎 我們不再相信 不再等待 我們要有所行動 今天 我們重返周下登陸 宣布 重返周下登陸 大家可以看到我左邊這個 我們已經查出來 現在全台灣最貴的五個地段 最貴的地段就在大安區的仁愛路三段 所以我們宣布 今年的10月4號 我們會同心號召萬人業術的耐路 希望各位努力的支持 謝謝 謝謝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 我是節目主持人 廣長燦爛時光 會客室 是由燦爛時光節目 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 還有公民行動營 進入資料庫 聯合直播的一個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節目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的網站上面會做直播 之後在這三個單位的網路上面 網頁上面也會有後續的轉播的內容來播出 那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 要來跟大家談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最近這一陣子 這個台北市市長選舉 我們又看到這個候選人也紛紛的提出了 住宅的政策 包括前幾天國民黨籍的這個候選人 連勝文提出說要牽走一丁 然後來蓋這個社會住宅 可是就在這個住宅政策宣布的 這個當下呢 其實我們又看到一個在25年前 所有的瓜流運動非常有關 具有連續性的這個潮運 又開了記者會宣誓 這個潮運即將要展開哦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台灣的住宅 台灣的房價一直是非常多人 所關心的一個議題哦 很多年輕人都抱怨買不到房子 甚至很多人他必須要終極一生 他可能才能夠在台北市 是在新北市買了小小的一瓶的幾瓶的這個土地哦 那我們今天節目當中呢 就要來跟大家邀請到的來賓是社會住宅 推動聯盟副召集人 呂筆怡一起來跟我們聊這個話題 筆怡你好 管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非常謝謝你來接受我們的訪問哦 我們剛在節目當中一開始也提到說 這樣的一次的潮運 這個運動其實跟 25年前的無殼關聯運動 是有一些關聯性的 是不是可以請你先 帶我們回顧一下 25年前的無殼關聯運動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背景 以及他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當時的背景是這樣 就是說台灣的房價在從 1986年左右快速的就飆漲到1988年89年 那因為那個飆漲的倍數非常大 所以讓很多當時的 那個年輕的朋友跟市民 事實上是買不起房子 所以當時由一群國小老師 發起了一個就是說無住屋運動 那激起了社會非常大的迴響 那台灣是1987年戒嚴 所以也剛好趕上了戒嚴後 兩年台灣社會立足現在釋放的那個年代 那無殼關聯運動 又藉由一個溫和理性 幽默否刺的一種運動策略的一個設定 就激起了非常多的市民 第一次願意走出自己的家門到街頭 那就是說 打破了當時 結果那個國家開始開放 集會結社這樣的一個權利 那就號召了 將近5萬名的無殼關聯一起到那個 那個街頭 那那個是過去所沒有的一個傳統 也算是台灣社會運動 第一個里程碑這樣 當時其實這個畫面 場面是非常非常壯觀的 我記得 當時其實是有數萬人 夜數在 當時在台北是最貴的地方 最貴的地段中校東路 不過這一次這個數萬人上街 那其實有在政治上面打破 剛剛秉儀特別提到的是在 突破了這種所謂的社會運 或者是說 他的人數 或者是一種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的 一種模式 那當然我們也更期待 很多人更期待在當時是對整個 台灣的房屋政策 會造成影響 我不曉得在那一次 這麼大規模的集結之後 台灣的房屋政策 住宅政策 或是土地政策 有因此受到什麼樣的調整跟改變嗎 很可惜 其實沒有 那我常在開玩笑就是說 那個前20年 我們的那個無可蝸牛運動 或持續的推動 事實上是馬尺圖長 直到了2010年 我們開始集結了很多社會福利團體 推動社會住宅倡議之後 其實台灣的住宅政策 才慢慢的有了一些改變 跟開始往前滾動 那我想其實是跟 國家機器的屬性有關 因為在1989年跟1990年 的初期的話 其實台灣的國家機器 還是算是一個剛性的國家機器 即便已經將近5萬人上街頭 這麼大的一個 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社會運動 但是他可能當時的中央政府 是藉由了一個 全國土地問題會議 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把整個住宅的 這樣的能量就收掉了 那不像現在就是說 如果能動員的數萬民眾上街頭的話 事實上無論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對這個議題就會非常緊張 或是開始在做調整 這個是 20年25年來的比較 其實是很不同的一個社會的一個 脈絡這樣 但是即使沒有在一個大的政策上面改變 其實無殼蝸牛的這些主要的推動者 其實也 後來也成立了這個說吹媽媽住屋中心 是嗎 事實上無殼蝸牛運動 事實上延續了兩個團體 雖然他可能 無殼蝸牛運動到1990年就成績下來 一個是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關心都市議題 跟社區議題的一個 運動性的組織 另外一個是比較從居住服務的 團體就是我們 吹媽媽基金會 早期叫吹媽媽租屋服務中心 一直在租屋以及相關的居住議題上 一直透過服務的過程 在延續在台北的都會社區 那這兩個團體也是2010年 發起台灣的社會住宅運動 以及發起了這一次 2014年的草運的兩個 很重要的核心的團體 所以其實不管是在 吹媽媽的這個部分 他其實協助的特別是很多 比較年輕人 其實在這個租屋上面 他包括了煤盒 或者是讓這個租屋的過程 其實相對之下是比較合理 然後我們看到奧爾什在 台灣最近這幾年的一些土地政策 或是一些都更的議題上面 也都可以看得到 他們的這個相關的身影 不過剛剛秉儀特別提到說 當時的運動其實沒有辦法 在整個政策上面有很大的改變 其實是跟這個國家機器人 當時非常剛性是有很大的關係 不過我想提出另外一個觀點 是不是其實也在這個 1980年代的中期 台灣的國家機器 他在政體上面雖然是剛性的 可是在他的整個政策上面 他開始走上 一種所謂的自由市場 或是所謂的 所謂一般叫做新自由主義的 這個所謂的政策的發展 是有關係的嗎 那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度 如果談起居住群或居住議題的話 我們目前在推的面臨到 兩個非常大的挑戰是 一個就是說 從美國延續來的資本主義的 新自由主義的那樣概念 那整個政府 事實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叫做住宅 是叫做 市場萬能 所有的部分都由市場來解決 那第二個碰到的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整個可能是華人社會 有土私有財 這樣的一個價值觀 還很強的根深蒂固 所以這兩個價值觀 我們從2010年來的 社會住宅的運動的倡議 或是包括這次在 開始醞釀跟討論 朝運的相關的一個議題 都非常面臨到這兩個的 意識形態的一些阻礙 那這樣的一個阻礙 其實是非常非常根深蒂固的哦 我不曉得在運動的策略上面 或是我們在論述上面 怎麼樣去跟 這種剛剛提到的 這種所謂的新自由主義 以市場為主的這種概念 或者是有土私有財的 這樣的一種觀點 去做一些抗衡 或是提出一些不同的觀點 跟大家來對話呢 確實這個部分要非常的努力 或者是就是說要非常的 就是說經由非常多的對話過程 那我以社會住宅來講的話 或許我們就會跟 就是說我們的民眾或是對抗者 大概就是說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一個討論 那我會舉健保的一個例子 那台灣的健保至少他 就是說讓大家有一個共識 就健康是一種基本的人權 所以你如果是沒 就是說沒錢的弱勢家庭的話 至少你可以去看 那個鼠立醫院 或是住鼠立醫院 這種最基本的 因為我們覺得 健康是人的一個基本的權利 那有錢人可能可以去做 住私人醫院或是貴族醫院這樣 同樣的居住也是一種最基本的人權 我們居住要保障的是你遮風避雨 就是說讓你有一定品質的 居住的權利 所以社會住宅 或是怎樣的一個租金補貼 配合租屋市場 再加上一些福利服務的 協助的一個制度 讓民眾有一個最基本的居住權的保障 這是國家應該要做的 那至於有錢人 他可能會在市場的商品房 繼續買他的豪宅 或是怎樣 那是市場軌的工作 但是國家最基本的保障 是要保障民眾 就是說最基礎的一個居住權 讓他無就是說夜宿街頭 或者是無基本的一個居住的一個疑慮 品質的一個保障 這個是一個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一個基本的民眾權 對 這其實是一個 也不全來是反對一種 所謂的市場的自由的狀態 但是在這個市場 自由狀態的這個前提之下 一些有關於人民的基本的保障 他其實是一個所謂的福利政策 或是相對之下 是一個公平正義政策的一種保障 他必須要先存在 或者是所謂的先落實 那回到這個 我們剛剛在談的25年前的 這個所謂的無可關聯運動來看 我不曉得整體來看 這個25年來 台灣的這個所謂的住宅的政策 或者是在整個房屋的市場上面 他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整個如果跟25年前做比較的話 大概有3點的一個特性 一個如果以台北市為例的話 他房價是漲了3倍 平均的房價 1989年平均的台北市的房價 大概是27萬多一瓶 那目前已經漲到80萬 平均80萬一瓶 大概是拉高了3倍 但是相對的另外一個數字 就是說 平均的薪資所得 特別是就是說可能年輕人 或者是即便是想買房子的人的薪資所得 那我們的數字是就是說 其實是目前是倒退到17年的水準 就1997年的一個水準 那事實上如果比較起來的話 雖然1989年的房價 事實上非常的高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的經濟狀況 還是在就是說 外銷導向的那一波的發展的 算是一個高峰 或者是接近高原期的狀況 所以事實上薪資還不斷的在調整 或者是那個年代更重要的是 年輕人是看得到希望的 他可以藉由創業 或者是就是說 他藉由他自己的努力跟打拚的話 他是有把握辛苦的去備房貸 或這樣辛苦的存活下來 但是很糟糕的是 這個年代是年輕人 可能找不到工作 或者是忍受的非常低的薪資 或者是他其實是看不到 他對未來的潛景跟希望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落差 那第三個層次 當然就是說 我覺得是國家機器的一個狀況 那個年代的話 雖然是一個剛性的國家的機 那是一個剛性的國家機器 對公共政策比較不會有 太大的反應 那現在的狀況的話 雖然是比較會針對一些社會的聲音 會有一些改變的可能性 但是現在台灣的國家 他的因為財源稅收 以及他的整個官僚體制的一個關係的話 事實上這個部分 也面臨到一個非常的大的落化 就是說現在技術官僚 幾乎沒有做重大決策的能力 以及業手頭沒有資源 可以做比較重大的一個社會福利 或者是一些公共政策的空間 這樣 這其實這個說法 其實很像一本書 就是當企業併購國家了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政府 基本上來講 已經是某種程度是被企業 所壟斷或是所拔棄 那這個其實你剛剛談到這個三點的因素 其實我覺得第一點跟第二點 其實特別有意思的 這個有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房價 剛剛談到以台北市為例 他已經漲了三倍 那當然在某些的精華地段 他們所漲的這個幅度 恐怕是更高的 你剛剛談的是一個平均值 那當然這個相對之下 這個年輕人或是一般的所得 他其實並沒有增加 甚至在某些的職場上面 工作上面 他其實也是在大幅的減少少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那我覺得很多人會把這個責怪的 這個壓力 特別是加上你剛剛談到的整個 華人那種油土私有財的文化 這框架之下 很多年輕人 他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活得很辛苦的 活得很辛苦 其實包括他要去買房子 是有壓力的 那還包括 在這個社會上面 看到有人看有 有人看有看不到 自己有買房子嗎 會不會接觸到一些年輕人 其實是面臨到這個非常 雙重的在經濟上面 以及在文化道德上面的那種壓力的 因為確實在華人社會 衡量一個年輕人 特別是男性的人輕人的話 成家立業 大概是他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壓力 擁有房子的話 代表他已經可以說 脫離一個學校的生活 或小孩子的角色 變成是一個所謂成年人的成年力這樣 對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年輕人還有希望嗎 或許這個部分 確實要有價值觀的改變 因為事實上也藉由這一波的狀況 我們也越來越感受到 至少我這20年來 明顯的感受到就是說 以前確實是有土司有財 大家都想要擁有一個房子 或許是現在年輕人也被迫 就是說絕望或是怎樣 我現在發現就是說 比較多的年輕人 越來比例越來越高 他們願意選擇 考慮就是說 我一生不一定要開始擁有房子 甚至我可以評估跟考慮就是說 是不是讓我可以長租 租得安心跟有品質 也一定有保障的住屋的過程 是我一個居住生活的一個選擇 這個部分的比例 我是明顯感受到慢慢的安生 我覺得這其實蠻重要 一方面在政策上面 怎麼樣有一些比較符合 公平正義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另外一方面 其實在於所謂的觀念上面 我們怎麼樣去做扭轉 或是做一些轉化 就是不一定真的是要有自己的房子 而是說 我們怎麼樣讓這個所謂的 大家有房子住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基点 但是不見得是自己擁有自己的房子 那我們待會再休息一下 會回過來請教我們的來賓 就是剛剛談到說 好像台灣的市場 媒體這個所謂的 租屋的市場 房屋的市場其實是越來越敗壞 但是說實在的 每一任的這個所謂的 不管是總統也好 或者是包括一些相關的 這個局處首長 或內政部長都提到打房的政策 那其實講那麼多 那打房政策到底是怎麼打 那現在打房政策到底有沒有效 那政府是真的有誠心在做嗎 還是他有心在做 可是就像剛剛提到 背後更大的這種壓力 使得他沒有辦法去做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要回到這次運動的訴求 草運 他提出的所謂社會住財的政策 或是相關的政策 我們該怎麼推動 我們該怎麼一起參與 我們先休息一下 大家一定會拍攝 我們來拍攝 很多動作 都被送一張 請大家 喜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忠祥 《灿烂时光》节目是由公式新闻议题中心 PNN公民行动引记录资料库 以及《灿烂时光》共同联合制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你可以在中正大学的精神技术广播电台 FM88.1的频道当中 你可以听到 同时你也能够在公式新闻议题中心 礼拜天的晚上9点半我们会有直播 另外在公库的网站跟PN的网站上面 也会有视讯的播出 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一个话题 我们知道我们的节目 其实有非常多的年轻朋友 正在收听或者是收看 或者是在收听收看的同时 他们也可能在未来感到十分的焦虑 特别是到底有没有房子住 到底他们的薪水 会不会还是22k甚至比22k更低 那以至于这样的一种22k的薪水 有没有可能买得起房子或者是台湾 有没有更好的住宅的政策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要跟他邀请到来宾是社会住宅 推动联盟的副召集人呂比仪 来跟我们一起谈这个话题 呃比仪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有特别提到说台湾的这种住宅 这个房价 就是说以这个新北 台北市来来讲的话 在这个从无可观的运动到现在25年来 他其实已经涨了三倍 那至少是涨了三倍 那在在整个台湾的这个薪资所得上面 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增长的 这样的一种趋势 甚至很多人都看不到未来哦 那很多人都抱怨房价很高 那我们的政府其实 呃偶尔啦 或者说他其实也很认真的展现出某种成员 就是我要打房 例如说包括这个 科相关的这种所谓的房屋的课税啊 或者是包括所谓的交易市场的这种透明化 他其实都是他提出来相关的打房政策 甚至呃台北市市副市长藏定二 基本上来讲 也是跟这个打房会 这个政策其实是有一些关联性 跟土地政策是有一些关联性 而担任这个所谓的呃副市长哦 那政府好像有诚意 好像也做了一些事情 可是为什么房价还是越来越高 整体来讲 我们如果我们的观察的话 事实上政府的相关的打房政策 事实上都是散弹打鸟 或者是头动一头脚动一条 他没有一个整体的对住宅政策 或者是对房市 或者是高房价政策的一个整体的观点 这个是必须很务实的提议 是这样的状况 那如果严格讲起来 要做有系统的一个打房 整个税制的改革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税制改革大概也是一个 门槛跟挑战性非常高的部分 因为吴可光有25年来这一块从来没有成终过 因为如果讲个比较白话的 叫做这块是党人财路 会影响到非常多既得利益者的一个 权益的事情 所以这一块非常不容易推 那当然反观另外一个角度 社会住宅之所以从2010年来 相对脚步好像比较快一点 虽然我们还是很不满意社会住宅的成果 但是相对的4年来社会住宅慢慢的变成是一个 大都会选举的一个风潮的话 那这个部分 因为社会住宅相对比较没有党人财路 基本上社会住宅是一个政府必须 自己买单 而不去阻挡那个既得利益者的一个趋款 但也就是那个 因为是党人财路加上整体的政府 没有一个整体的观点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的打房政策的话 事实上都必须 必须讲就是说 很多是口惠而失不自 然后或者是就是 政府哪一个时候看到了 某一个点 就是很快的就是看眼前治标的方式 提出了一个短暂性的一个计划 而没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规划跟思考 但是如果 当然你要做一个更大型的这个政策 会有他在政府上面 他可能考虑的例如说党人财路的这样一种困难 那这待会我们会再 再请您再持续的告诉我们 这个包括 你们提出来的这种所谓的相关的诉求是什么 不过我们如果从一个再更细致来看 这个房屋住宅的部分 例如说 我们知道台湾的空屋很多 那我不知道这个空屋税 空屋率跟空屋税的这种所谓的 在这种所谓的抽税的方式 他到底是怎么样 就是说如果这个空屋很多的话 他其实是某种程度可以抑制 或者是这种特别是 这个所谓的炒作者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知道 所谓的投资者或者是这个炒作者 其实有不同类型 例如说有一种是大型的建商 有一种是可能就是类似像房屋仲介 他可能买了很多的房子 然后再做转手 那政府难道没有针对这种不同的 这种所谓的 投资者来进行不一样的 这个政策上面的规划吗 规范吗 也就是因为 类似这样就是说 如果空屋是从空屋税 然后如果是投资者 投资者用类似奢侈税 这样的部分 就是变临就是说 就是散弹打鸟 或者是头痛一头的状况 因为如果是一个 比较完整的税制改革 不通产税制改革的体系 在国外的话 基本上大概是两个体系的税 一个叫做持有税 就是房屋税跟地价税的一个持有的 持有税 另外一个是就是说交易的一个利得税 包括土地生死税 或者是房屋的 只有所得税 这两个 基本上如果是从国外的经验 税制把这两个部分调控好的话 基本上就能达到当管老师所提的 就是说一些整体的税制改革的效果 但是台湾 从来没有从这两个税上去着手 因为必须承认就是说 台湾的整个税制的部分是非常的混乱 这就是说不通产税制的部分非常混乱 所以他 可能包括各种 就是说明目的一个税率 以及就是说包括可能还有重复 磕税的一个疑率 然后该磕的税确实磕不到 然后就是说该缴税的人 也没有应尽他的一个义务 或是借由缴税的过程 去抑制不动产的一个投机 那个部分确实都 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这个会是 你们持续要去推动的重点吗 因为这个看起来是比较能够 重更 或者是一种比较福利重新的做法 对 这部分确实是我们长期要做的一个重点 而且也很务实的讲 今年2014的五都 六都七合一的九合一的选举的话 可能这一块还没有办法太大的一个作例 因为税制的改革 毕竟比较多是中央的一个权限 所以我们今年是一个暖身工作 主战场会是在明年 因为面对的是总统选举跟立委选举 才有谈税的一个政策 讨论的一个空间 那今年其实比较聚焦的 恐怕是地方政府的群线 就是社会住宅 或者是如何借由那个租金补贴 加上一些包住包管的一个服务性的配套 去运用租务市场 这个大概是今年比较有谈的空间的议题 在社会住宅方面 我想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说 他实际的做法会是什么 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连盛文 在前几天也说 我们要把这个一兵给牵走 然后把那块土地上面 曾经改成改做社会住宅 那有人会觉得说 这其实是会害怕了 或者说那边就是以前就是这个 所谓的殡仪馆 那有人会觉得说还不错 有社会住宅 有人会觉得说这种做法 其实他就是在某种程度 上面去抬高 轰抬这个周边的这个地价 那如果要谈所谓的社会住宅 那他应该可以怎么做 或者是什么样的地方 什么样的空间 什么样的环境 他其实是适合去做社会住宅的 社会住宅基本的定义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政府去侵犯 只租不受的公共住宅 只租不受 那优先协助弱势 这个是就是社会住宅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定义 那至于社会住宅的做法 就是说各种国家 其实有蛮多 像很多的一个配套 包括政府兴办 或者是包括可能运用民间的资源 民间的力量 或者是这个民间 当然包括可能欧洲体系 有包括NGO 第三部门的力量 也有就是说像德国是比较运用 就是说开发商的市场力量的 比较接近出租住宅 那样的一个方式的形式 或者是亚洲国家 包括就是说可能韩国 新加坡香港 基本上是由国家或政府 自己比较强力的去兴办 所以只要是多元的管道能增加 这种只租不受的公共住宅的存量 也达到了 以照顾 若是为优先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 其实各种的做法都是一个可以 考虑或者是可以鼓励的一个方式 所以就你们的这个所谓的策略上面 其实不管他是用上面 刚刚讲的这三种方法 任何一种其实只要能够达成目的 其实都是OK的吗 对 但是我们会强调一点 就以这三四年来的一个实务经验 就是说他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他社会住宅的 政策的公共性效果 那个部分也是我们非常关心跟强调 这点的话或许举例就是说 前几年的话 有一个新北市的BOT的社会住宅 那案子或许可能著盟跟新北市政府 有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对话 或者是一个不同的意见 因为就是说那个部分来讲的话 新北市政府 就是说中央合的三块的一个社会住宅 最后是就是说透过BOT的方式 交由一个厂商就日生生去执行 那我们对他的最大的一个意见跟批评是 就是说他以前1500多户的 那个社会住宅 到最后真正符合低于市场租金的 只租不受的 公共出租住宅的话 最后只达到了200户的公共出租住宅 那剩下的1300多户 不是因为 因为新北市政府就是说在当初的想法里面 朱市长不想觉得不用涛 政府不用涛预算 然后也行政上不用 不想给太多的支持跟协助 所以最后的话 1300多户建商 开发商只好当成是一个商场 或者是市场租金的出租住宅 这样去取得他的财务的一个平衡 所以真正 就是说达到社会住宅只租不受 而且低于市场租金的 只有200多户的效果 1500户 所以至于200户左右的话 那个政策的公共性的效果 就太低了 这其实是一个要特别去关注的 一个问题 或是一个面向 就是也许会有一些建商 他假借社会住宅致民 或是他跟政府有某种的默契 使得其实这个社会住宅 其实他真正的公共性 或是社会性的比例是很低的 反而是变成他另外一种草聋 或是独立取得的 这样一种策略跟方法 这恐怕都是我们在推动 社会住宅的时候 都得要去特别关照的 我这边小小的补充 就是说因为社会住宅 有一个属性是大家必须 注意到跟抓到 就是说社会住宅 基本上是一个社会福利取向 或性质还蛮强烈的一个住宅政策 所以因为社会 俗力取向还蛮重的一个政策的话 基本上他没有太多利润可以赚 那这个是一个基本前提 他不像是高铁 不像是高速公路的ETAC 那种都有利可图 所以开发商或财团 自己就会自己经营 你还可以收权利金回来 政府还可以收权利金 那社会住宅 基本上因为他以协助弱势为主 他基本上没办法太大的赚钱 所以政府不能有一个心态 就是说我借由VOT 保给民间厂商 还想收权益金 或者是只要给民间厂商去经营 我就不用管 只有30年50年就给厂商去经营 这个天下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政府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就是说社会住宅我出去的话 一定程度 因为他大概财务上没有那么容易自长 所以我是每年还是得编 一定比例的一个预算 下局协助跟支持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在这个过程行政的必要的协助 特别针对弱势家庭的话 有些福利服务的输送 或是帮助他们解决各种的纠纷 问题的排除 这个部分还是责无旁贷 否则开发商不会帮你去解决那一块 这个也是目前 我们在讨论社会住宅这起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观念的意思 也回应到刚刚管老师讲的 就是说 心自由主义的那样的一个 那个价值观 基本上觉得市场万能全部能解决 但是社会住宅这一块 不是完全市场万能所应解决的 嗯 你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诉求 其实就是所谓的 提高 这种所谓扩大了 这个所谓的租屋市场哦 这个怎样鼓励大家 去让这个所谓的目前的空屋 或者是这个租屋市场 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去自己买房子 而能够透过这种方法 让真落实到某种真正的 所谓住者有其物的做法 这块确实 会比较大的一个挑战跟难 理应如果我们看国外的经验 就是说租屋市场 或是租屋 事实上是购屋以外 居住权的一个替代性的一个方案 或者是所谓居住的社会安全网的一个 很重要的 另外一块的补墙的一个社会安全办 但是台湾的租屋市场 我们担心目前的状况 可能没办法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或许我用这个 这样看得到吗 可以 结果这个图来 来稍微限制 我放下对 事实上这是台湾目前整个住宅的一个结构 85%的资源跟筹码都集中在购屋的市场 那 社会住宅就是所谓公共自宅 万分之八超低的一个水准 那台湾的租屋市场是占了10.9% 而且这个租屋市场非常多的问题 品质纠纷或者是一些那种短租不稳定的问题 那如果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国外的案例的话 我们从国外的经验 其实一个比较均衡的结构是这样 购屋市场大概5到6成 他们有一个2到3成的出租市场 跟5%到20%不等的公共住宅 这样是一个比较均衡的结构 这两个都是出租住宅 一个是公办的 一个是民间市场的力量 那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结构 事实上我们才能谈就是说 如何借由租屋市场 来作为居住的另外一个安全办 或者是社会的一个 就是说缓冲 所以整个大方向跟政策可能会是这样 也是这次潮运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目标的一个方向 我们借由不动产税制的改革 要把这个税的部分 让持有的比例要下降 借由发展租屋市场 以及社会住宅的部分 把这两部分的出租住宅往上拉 所以如果我们借由这三股力量 能慢慢的往这边趋劲的话 或许台湾的一个住宅的发展 居住权的保障 这边就会稍微比较健康一点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也其实是一个说实在是一个很辛苦的 这种一个过程 特别要面临到的包括传统的价值观 包括整个国家机器的这种所谓的定位 意识形态 跟他的这种所谓的政策方向 包括这个国家目前已经被大的资本 垄断的情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不过我们非常谢谢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社会住宅推动联盟 或者吹妈妈 或者更早期的这些无可蜗牛的这些朋友们 在长期的推动台湾的住宅政策 让他更符合一种公平正义的一些 我只能够讲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一个所谓的居住正义 或者是不要讲现在居住 讲说住者有其物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最后我要请教我们的比喻 就是最后我们在这一年 我们整个推动上面 会有什么样的一种行动跟策略 我们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 可以一起来参与的 对就是观众朋友 我们非常诚挚的邀请您 10月4号如果您有办法到台北的话 就10月4号一起参加我们的行动 夜述仁爱路 那藉由大家的力量 因为国家机器的属性已经在调整 只要大家愿意站出来 都是我们一股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的力量 我们相信我们在对政府要求更多的居住权的 改革的公共政策的话 我们会有更多的筹码跟更多的可能性 可以帮大家争取到好的住宅政策 跟有保障的一个居住权的权益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秉宜来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很重要的讯息 我想这个居住的问题 绝对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也不是一个个人努不努力的问题 他跟整个国家的政策 整个国家的一种 对于福利的落实 公平正义的落实 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关联 今天非常谢谢秉宜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